而在臺鐵公司化是一波三折 行政院主計處近期表態 不同意臺鐵以土地清場短期債務 而且限期二十年還款 臺鐵企業工會認為 政府應該要承擔起臺鐵 因為配合政策產生的債務 如果在四月十號之前得不到回應 就關閉協商大門 往後國定假日不加班 也不排除要啟動罷工程序 臨時召開擴大理事會 臺鐵企業工會不滿 公司化協商會議中 行政院主計處拋出不同意臺鐵 一波三塊精華地段土地 成立長債基金 工會說以地長債 是既有共識 現在被推翻 意味臺鐵公司將負債掛牌上市 財源結局下安全絕對打折 工會不排除在發起國定假日 依法休假 甚至罷工來抗議 如果沒有得到一些正確跟戰略回應的話 我們就關閉協商大門 只要四月十號關閉協商大門來講話 我們會無限上槓 會達到我們的目的 沒有說一開一個公司一個掛牌 就一千六百億在負債 只要負債在身上的情況下 這個鐵路安全在哪裡 工會表示已經與臺鐵資方開過 四次公司化推動匯報 再由臺鐵將意見帶到行政院 但主計處近期精算 臺鐵短期債務原本是一千四百多億 因疫情虧損已經來到一千六百多億 因此不同意以地償債 限速要二十年還款 工會認為臺鐵虧損是長期配合政府 動漲票價也服務偏遠站 政府至少應該答應以地償債 若四月十號沒有回應 就會關閉協商大門 開始連署未來所有國定假日都依法休假 同時啟動罷工程序 送勞資爭議調節 來取得合法罷工權 資產來放到這個償債基金的課題 我想要這部分 我剛才選臺鐵局長在跟工會 再溝通一下 大概我們是已經在公司化的最後一筆路 如果還有一個爭議的課題 我們就趕快一起努力把它解決 臺鐵去年也因為公司化勞資 期間 工會發起五一國定假日依法休假 最後僅有十一位司機員 開出十八次去見列車 交往部調動公路客運 以類火車支援 未避免歷史重演 交往部喊話 公司化最後一筆路 希望可以一起努力 也要求臺體局長杜威加強溝通 藉由綜合報導 今度 降臨機場 中施程中施定 而是從中施程中施程中施て